洛雅身上穿的 依旧是和卡伦一个款式的咖啡馆式者服 但这一次 他把自己的头发披散了下来 一头金色的披肩发 让此时的他看起来像是一个精致的瓷娃娃 下一刻 洛雅漂浮起来 与站在高台上的齐赫几乎平起 齐赫看着他 脸上露出了微笑 感觉很开心 因为看见你又回来了 我也是呢 爷爷 毕竟是我造就了你 放我一次 是你造就了我 但也是你毁灭了我 我们之间 并不相欠 简短到不能再简短的续就很快就结束 洛雅伸出一只手指向了齐赫 铜臂释放出暗黄色的光泽 化作了一道漩涡 齐赫原本托举着铜臂现在被固定的那条手臂直接炸裂 一同炸裂分割出去的 还有他的一部分灵魂 在生死危机时刻 术法官大人显示出了他的果决 随即 他的身体开始快速后撤 后撤的同时更是在身前布置下了三面术法之盾 而那来布及后撤的四名秩序小队成员则被直接吸扯进了漩涡中心 漩涡并未吞噬他们 只是将他们压缩成了四团血雾 洛亚双手做出一个方印 自漩涡之中探出一只枯黄的手 五根手指上有着长长的紫色指甲 手臂如同无限长一般 向着后撤的齐赫抓去 顷刻间就穿破了齐赫先前布置下的三道竖法之盾 抓住了齐赫的脖子后 手掌直接爆开 轰 齐赫被炸碎 铜臂漂浮回洛亚身前 落在他的胸口位置 他的目光 则在四周扫视 胸口的铜臂也随之在调转着方向 忽然间 洛亚抬头 上方的屏障并未撤去 虽然停止了下压 却依旧在封锁着污染的溢出 但就在那个位置 再次出现了齐赫的身影 爷爷 我可是被您看着长大的 怎么会看不穿你的替死傀儡呢 洛亚张开双臂 以他本人身形所在的位置作为起始点 又一道巨大的屏障出现 上下两道屏障开始互相拉近距离 齐赫咬了咬牙 此时的他已经近乎癫狂 四周的污染浸润他的身体已经不被他所在乎了 眼下最要命的是这种空间的封锁最终会将他的身体和灵魂彻底压爆 他开始吟唱 当他开始吟唱时 他所在的那片空间也开始了抖动 卡伦开口提醒道 他在准备尽咒 洛亚 非要把爷爷我逼迫到这一步吗 齐赫结束了吟唱 自其脚下 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黑色星芒 一根巨大的独角自星芒之中探出 晋咒 安罗斯之怒 在秩序之神所活跃的上个纪元中 曾镇压了不知多少头凶兽 由这些凶兽还完善丰富出了很多近系术法 这类术法可以借用到被封印着的凶兽力量 当然 释放晋咒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此时 晋咒才刚刚施展了一半就停住了 但这只已经探出来的脚 却顶住了两道正在夹击的巨大屏障 爷爷 我和您说过 自我诞生那天起 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把您重进这珠圈 这一点 之前没变 现在没变 接下来 也不会变 洛雅胸前的铜壁于他身前投射出一片光幕 光幕越来越大 从里面 竟然浮现出一口巨大青铜棺的虚影 这是 拉克斯之棺 是真神拉克斯埋葬自己同时埋葬九枚罪恶之源铜壁的棺材 洛雅 你现在撤去这头顶上的屏障放我离开 我能得到自由 你也能得到自由 如果接下来我们两道静咒对碰 这引起的震荡绝对无法被掩盖 约克城内立刻将会有无数双眼睛看向这里 你也清楚 在这座城内 还有很多比我更为强大的存在 当他们感知到拉克斯同壁的气息后 你以为你还有机会逃脱他们的掌握吗 我已经决意脱离秩序之神去流亡了 你看 这就是我准备接受的惩罚 你也应该为你自己考虑 你难道就不想拥有自由吗 自由 可是你自从诞生之日起 就从未触碰过的东西 你不渴望它吗 齐赫是在谈判 先前的他 竭尽全力封锁这里的污染气息外泄是为了保密 保密的目的则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身份 现在的情形之下 他是为了保密 在保密的基础上 其他都可以抛弃了 嘿嘿 洛亚摇了摇头 笑道 不谈判呢 还是早点把爷爷灵魂也湮灭才更有趣哦 话音刚落 拉克斯之官的虚影直接向齐赫撞去 但就在这时 卡伦身上出现了一道暗黄色的光芒 这些光芒同时也在阿尔弗雷德 帕瓦罗 小约翰 普尔与凯文身上出现 随即 卡伦只觉得眼前一花 像是一种正在坐过山车的感觉 然后 他发现自己站在了公路边 身旁是摔倒在地上的阿尔弗雷德他们 尤其是普尔 竟然被直接甩到了树上 还好他猫爪子反应迅速 抱住了树叉 你身上不能脏哦 脏了就不好看了呢 洛雅的声音在卡伦耳边响起 谢谢你哦 让我体验到了一次姐姐们所说的那种感觉 呵呵 好了 得再见了 我要去专心杀爷爷了 可不能让爷爷等级了 凶兽的独角和拉克斯之关撞击在了一起 爆发了剧烈的能量波动 凶兽安罗斯的怒吼声穿向了四周 接下来是更为浓郁的拉克斯之关的气息 更是划破了约克城今夜本就不宁静的夜幕 一时间 一道道气息忽然升空 向着这里赶来 更是有两道光柱直接在约克城内立起 类似的光柱 当初在罗加士迪斯与项目墓园凝聚神格碎片时 也曾出现过 齐赫焦急的大喊道 洛雅 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那爷爷您快点湮灭啊 拉克斯之关与安罗斯独角的对撞还在继续 但可以清晰看见安罗斯的独角正在慢慢的军裂 这并非意味着凶兽安罗斯不行 毕竟拉克斯之关也只是虚影 主要还是眼下的齐赫 状态实在是差到无以复加 已经没有办法再支撑晋咒的运转 终于 在凶兽安罗斯不甘地怒吼声中 独角断裂 齐赫脚下的星芒也崩散 晋咒被强行摧毁 齐赫身上燃起了一层黑色的火焰 他还想再尝试逃跑 这是他绝望之后的孤注一掷 但一直喊他爷爷对他用竞称的那位小姑娘却没有给予他这个机会 拉克斯之关开启 无穷的吸扯之力出现 全身上下燃着火焰的齐赫被直接拉扯进棺材之中 啪 洛亚拍了一下手掌 砰 拉克斯之关闭合 洛亚缓缓地落了下来 落在了地上 那口聚官也随之落了下来 官身开始呈现出透明 站在外面可以清楚地看见齐赫在大火中不停地痛苦挣扎 却根本无力逃脱 最终 齐赫被自己燃起的火焰 将身躯与灵魂一起 稍微了灰烬 他死了 自始至终 洛亚都面含笑意看着棺材里的这一幕 等到爷爷彻底湮灭后 他才心满意足地挥了挥手 拉克斯之关随即消散 洛亚在地上坐了下来 开口道 姐姐们 你们说我还能再见到那个好看的家伙吗 嗯 我也觉得可以的 我相信在以后 他肯定还会出现在我面前 嘻嘻 啊 对了 姐姐们 你们谁打算出去的 我送你们出去啊 你们现在已经获得自由了 可以回到外面了 良久 洛亚有些失落道 哦 你们说外面已经容纳不下你们了 他们的身体因为被强制服下禁药 已经进入死亡道计时 就算是出去了 也没有办法能够存活下去 反而会给家人带来伤悲 同时 还可能成为家人的累赘 当自己被困时 他们渴望外面的自由 当自由来到自己面前时 他们又开始恐惧外面那句说是温暖的阳光 那 我们一起睡觉觉 做梦好不好 洛亚身前的拉克斯同壁散发出一片片柔和的光泽 覆盖在猪圈里的女人身上 同时还有凹槽内的那些尸体 渐渐的 所有人都平静了下来 大家都开始闭上了眼 自进入这里的那一天起 只有在片刻的梦境中与那位小姑娘相处时 他们才能忘记身上的折磨获得一点点的喘息 洛亚眼角流出了眼泪 在她的控制下 猪圈里本就奄奄一息连战都站不起来的姐姐们 一个个身体失去了最后的生机 全部死去 几乎每个人死去时 脸上都带着笑容 这时 原本一直被压制的磅礴污染气息 开始缓缓地消散 污染源可以被引爆 但 也可以被化解 一点点心灰 从他们身上升腾而起 最后凝聚在了洛亚胸前的这枚铜壁上 洛亚将铜壁抱在怀中 喃喃道 姐姐们 我们在这里继续做梦哦 洛亚的身形逐渐变得透明 最终也融入进了铜壁之中 叮咚 铜壁掉落在了地上 看起来 普普通通 两道光柱 落在了这里 其中一道光柱开口道 浓郁的秩序气息 是你们秩序神教的人在这里用活人修补神器 另一道光柱开口道 秩序神教 在调查之后会为这件事给出一个解释 地上的铜壁漂浮起来 落入秩序的光柱之中 拉克斯同壁 秩序神教将负责暂时保管这枚物证同壁 深渊神教若是有意义 可以发出书面公函等待我叫回复 结束了啊 两道光柱出现在了这里 光柱之外的黑暗之中 肯定还有很多其他的身影 香肠场下面的黑暗 已经被撕开了 同时 也不用再担心污染这类的事情了 他们不可能放任污染在约克城内爆发 少爷 您没事吧 阿尔弗雷德上前关切地询问 我没事 你还好吧 我没事 少爷 小约翰主动走到卡伦面前 伸手拽着卡伦的裤腿 卡伦哥哥 我不去孤儿院 不去 真的不想去 不想去 就不去了吧 真的吗 家里 缺个照顾宠物的用人 我最喜欢宠物了 尤其是会说话的宠物 喝 卡伦伸手摸了摸小约翰的脑袋 然后走向坐在地上的帕瓦罗先生 你成功了 帕瓦罗说道 是您和安妮女士成功了 没有你们的努力和付出 我不可能发现这个地方 安妮 可以安心地投入米尔斯神的怀抱了 是的 肯定是这样 安妮女士是米尔斯神的忠实信徒 你复活了那个气灵 我也会苏醒树 但你的苏醒树 让我仿佛看见了奇迹 您说笑了 哪里有这么多的奇迹 自己的身躯在污染之下撑了下来 是因为自己的身体被拉涅达尔改造过 如果抬举一下拉涅达尔 这勉强算是一个神迹 但和奇迹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外面下着雨 你因为穿着雨衣所以没被淋湿 算奇迹吗 那是如何做到的 这种苏醒 帕瓦罗先生很好奇地问道 其实不难 没有那么神奇 嗯 那些猪圈里的女人 每天都在痛苦中煎熬着 所以那个气灵将自身的灵性分散在他们身上 带着他们入梦 给予他们在这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折磨之中短暂的慰藉 我们苏醒树法本就是针对尸体内残存的灵性力量 我做的 不过是把它原本就分散出去的灵性重新收集起来而已 本质上 还是普通的苏醒 不过是多了一个步骤 但这个步骤 有多少人能想得到 又有多少人能做得到 帕瓦罗先生感慨道 主要还是因为奇赫费尽心血培育出的气灵 从一开始 就对他带着浓郁的怨念 没有这一次 等到以后 奇赫也会死在铜臂的手上的 我们 只不过是让这个过程 提前了一些 当然了 还是因为运气不错 呵呵 卡伦笑了笑 做好人做好事时 肯定会给自己加一些运气 这也是应该的 如果下次 卡伦马上打断了帕瓦罗先生 如果下次再有男人跟我借打火机 我肯定直接回复他吸烟有害健康 劝他戒烟 如果下次再有女人要给我什么装着笔记的信封 我肯定会当着他的面 把这信封直接烧掉 帕瓦罗先生 没有下一次了 我的本职工作是心理医生而不是人权律师 则 我才记起来 我工作的诊所好像今晚就倒闭了 员工怕是直接逃了一半 最重要的是 老板本人都跑了 帕瓦罗先生笑道 那可真是亏了 白上了好些天的班 哦 这倒没有 我提前预知了一个月的薪水 呵呵 那还要恭喜你赚了 呵呵 卡伦 事情结束了 是啊 你要兑现对我的诺言 用我的脸皮 去做一副面具 这个不急 可以等到回家后再说 等天亮后 我开车载你去丧仪社再看看家人 他们以后有你的照看 我很放心 谢谢你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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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伦被猫叫声吸引 这才发现普尔还在树上 抱着高高的树枝 走到树下 抬起头 卡伦问道 你还不下来 普尔喊道 我下不来 该死 那个气铃肯定是在故意针对我 他针对你这只猫做什么 呵 那是因为你不懂女人 卡伦叹了口气 道 那你还继续在上面等着赏日出吗 我说了我下不来 下不来啊 你不会爬树 不会 作为一只活了快一百年的猫 居然还没学会爬树 爬树是野猫才会做的事 我不会 不是很正常吗 行吧 那你撒开爪子 我接住你 好 接吻了啊 卡伦 普尔撒开爪子 落了下来 卡伦伸手抱住了他 凯文凑了过来 让卡伦将普尔放在了自己的背上 纯狗 回家后你就给我学爬树 凯文 少爷 阿尔弗雷德向卡伦努了努嘴 卡伦看向帕瓦罗先生的位置 发现跪坐在地上的帕瓦罗先生 正用自己的指甲 撕扯着自己的面皮 我没有这么着急 卡伦走过来说道 帕瓦罗先生说道 着急的一直是我 不是您 卡伦就站在这里 看着帕瓦罗先生用他的指甲一点一点的将自己的面皮撕了下来 随后 帕瓦罗先生面对着卡伦 双手托举着自己的面皮 感谢您 让我重新坚定了信仰 让我看见了 真正的秩序之光 秩序之光 一直在您的身上 但说真的 我是不想再看到这光了 太累也太危险 我家天台你去过没 那里有个阳光房 我在那里晒晒阳光就心满意足了 待会儿回家后我带您一起晒晒 说着 卡伦伸手从帕瓦罗先生托举着的双手中接过了这张面皮 面皮拿起来了 但帕瓦罗先生却一直保持着托举着双手的姿势一动不动 他死了